本期视频我们来剖析一下陈璐 在上一个影片中我们提到过 作为霍尊事件的女主角 陈璐最近肯定十分苦恼 因为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她原先写好的剧本 其中最耐人寻味的 莫过于她在被警方传唤后 和霍尊说话的语气完全没有之前那么满狠和激动 反而是在用平和的语气寻求和解 前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虽然霍尊本人已经宣布退出演艺圈 开启了新的生活 但是对于前女友陈璐当初的相关指控 她至今依然没有承认 因为陈璐方面截止到目前来看 她手中的证据依然仅仅局限于聊天截图 除此之外 她并没有实质性的指控证据 而霍尊这边至今也只承认自己在群里吹牛 口无遮拦 但并没有做出其他失德的事情 反观陈璐这边 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她故意模糊二人交往时间 给众人营造霍尊恋爱期间出轨的假象 实际情况则是事发前二人早已和平分手超过大半年 并相互祝福 其次陈璐口中的分手费 实则是拿着聊天截图威胁霍尊签订的付款协议 但这些关键性的东西 陈璐方面全部故意隐瞒 迷惑大众 于是随着更多的细节被曝光 有不少网民有起初的同情陈璐 便为讨厌陈璐 她在众人眼中 也从一位清纯女孩 变成了心机女和门口谎言的骗子 随着事件的发展 陈璐方面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局势进展的掌控 因为她所提出的分手费 已经涉嫌敲诈勒索 构成刑事犯罪 有法律方面的人士指出 陈璐以及她那的好闺蜜王盟 两人以索要分手费为目的 没写公开获尊隐私信息 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罪 根据相关法律 案件涉案金额巨大 会有其他重大特殊情节的 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获尊方面也已经选择报警 希望通过警方的调查 彻底还原给众人一个真相 所以就有了开头的这段陈璐 被传唤后哀求获尊和解的语音 不过通过媒体公布的聊天截图来看 获尊方面并未理会 一直处于拒绝状态 可以说曾经已指起始的陈璐 如今的处境十分被动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到底是谁将陈璐推到这一步的 又是谁当初给他提供的群聊截图的 要知道霍尊的那个湖上清玉柳的聊天群 也就是三个人 而陈璐并不在这个群里 所以随着网友的深挖 陈璐背后的军师和主谋 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他们就是陈璐的闺蜜王王 和霍尊的好友狄自经图画兵 比如如今大家口中的海狗丸 其实就是图画兵最先在聊天群内提出来的 霍尊只是好奇跟随聊了几句 结果被对方断章取义截图下来 图画兵是笛子演奏家 曾是霍尊最好的朋友 他11岁开始学习主笛 是从著名主笛演奏家唐俊乔 获得过中国十大青年笛子演奏家称号 他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 和霍尊有音乐上的合作 霍尊与图过去关系非常好 霍尊所有的歌曲 只要有笛子演奏部分都会找图 给图介绍了很多机会 有演唱会也会带上 霍尊还曾送过笛子和齿巴给图 自事件爆发后 图迅速断绝了圈内关系 霍尊曾联系图 希望他能出面解释某些聊天记录 被拼接断章取义的事 但图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圈内多人也都联系不上 而图画兵的妻子与王蒙早就认识 后来王蒙又带着他认识了陈璐 三人关系还一直不错 图画兵先把聊天截图发给了妻子 妻子又将截图转发给了陈璐 随后就发生了陈璐与王蒙一起到霍尊公司要钱的事情 对此网友也纷纷感叹 霍尊还是太年轻 太幼稚 太善良 交友不慎啊 女方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善良和无辜 男方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邪恶和丑陋 当然霍尊之所以有惊天的局面 根本原因还是其自身综合素养不够 危机公关能力不足 如果他在第一时间选择公开相关信息反击女方的造谣 相信事情的发展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走向 不至于落到惊天名誉扫地的地步 感谢观看